文具TV第十四季, 第四集 是 在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 在邪惡的地方就有正義 你是誰? Ellen, 你說錯了, 我說錯了 是… 慢著, 你是誰? 我沒有誰的名字讓你知道 你是誰? 來呀, 天空奏心拳 好, 回來了 經典的海長版之後 就看到我們桌上這盒 Super Mini Pro的天威用士 Darrior, 你好像還帶著 天威用士不同的家庭 是啊, 我帶了兩、三款 這個就是最原早的 當年的合金版 但這個就是台版 是 因為當年我也是買不起這個 喂? 喂? 頭醉我沒有啊 然後呢, 另外呢 不知為何, 很奇怪的 我收藏 阿龍的收藏有很多款 是特別沖澄阿龍 對呀, 因為以前太型的阿龍 這個就是合金的 有合金成分的 這個是不是也有人在裡面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因為當年是特別推出了一個合金的系列 它打開是可以看到它裡面的內構 對呀, 因為它是一個宇宙的機械人 所以它的機械人身體 是有人類面孔的 之後又推出了這隻 這隻就是膠品 哦, 這隻也是 對呀, 這隻本身是跟一支BB彈的 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其實到了一段時間 天衛舞士都沒有出過玩具 在90年代 然後去到千稀後 我們終於等到 這個 偉大的Bandai 合金雲版 這個其實當年很多粉絲 很破格的形象 實在是這個造型 某些角度限定是很漂亮的 但是… 高度限定 是很奇葩的 這個身體的比例 實在是很奇葩 但是它也可以 有可動之餘 都叫做還原到 基本的可動和合體 其實都… Doni那一部劇 當然是那個卡通 其實它 劃起來 它在不同的雜數裡面 是 那個無敵性的人 都是會有少許分別的 可能會有少許肥一點 有少許會高一點 所以… 其實它真正的比例點 就是…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 當… 合金雲這個版本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 哇… 原來設定是這樣的 是的… 其實它的合體 和當年的契合金版 其實差不多 但是呢 進化到現在 新的系列了 那就要由阿迪說一說了 是的 就輪到今次這個主角了 就是這個 Super Mini跑版的 天威勇士 這個東西呢 老實實說 它都成六百多元 很限的 哇… 而我的評價呢 就是… 分體玩好了 合體呢 基本上就是馬鬼的 哈哈… 你看到它在後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關節 全部呢 都是用一些挑撞啞鈴去連繫身體的 就是… 前面就是… 合… 合體之後都叫做企道的 如果那些分體呢 不裝這個… 輔助的… 骨架 基本上呢 是一塊散了的骨 它這些不是叫貝姐真骨 所以… 所以為了… 這個… 重現合體的緣故呢 我先合體了 再分體一點 看因為呢 實在太複雜了 它合體的時候 要拆太多東西了 好… 那我就… 嘗試一下 將它… 打開… 重現最經典的… 三機合一的… 名場面 打開就看到有劍龍在這裡 然後他再打開 應該看到阿龍在裡面 當阿龍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就… 他就要求救 就會有劍龍出現 劍龍好像沒有一個忽體褲 他的合體都可以打開 哇… 但是故事的發展 劍龍每次出來都是不夠打的 不知為何 都不知叫他出來的 它… Super Mini版 它有一個改良的地方 就是… 劍龍的腳是可以拉長 去配合合體的 對… 我嘗試將它打開 給大家看看 會掉些東西 大家記住 這個是模型來的 對… 類似模型的東西 所以… 還是會有一點鬆的 而他… 那個… 手肩甲這個位置 他要打開才能拔出來 所以… 就… 比較… 看到這個… 散心收音 就是… 他… 三機合一具 是天威勇士 不是哥迪安 大哥 嘗試把它拔出來 你就會看到 他到底有多奇葩的構造 我把劍弄出來了 就會躺下 然後又把劍弄出來了 又會掉些什麼出來 是正常的 正常的 一定會掉些東西出來 一定會掉些東西出來 但是… 會掉多少呢 嘩 你又看到那個… 慘火是怎樣的 它… 這個… 出現了… 它… 分開後 就是一些這樣的東西 我嘗試組合的身體 它背部的那些波… 波… 波位好像是比較淺的 就是… 所以每次… 就是… 都會掉多一點 就是… 就是… 這個可以改進一下 但如果用了背部的外骨 相對的活動能力是否高了 但實在太鬆了 太鬆了 實在太鬆了,閃閃閃閃 對 很細小 其實是硬的 好,還有一個 大家要記住,它是有附送內骨的 我先砌三個 先來小兄弟 對 如果不碰骨架的時候 你慢慢用I-Short 少少把三個 麻煩你,先把三個 不用白包 對 專心一點 我做了其他東西 對 難不難砌呢? 也很麻煩 但當你看到它 如果不用骨架的時候 它是這樣的設計 它真的就… 很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接受 基本上如果你純粹用它 原本合體的骨架去變形 去玩,基本上是太鬆散了 但其實就這樣看 它的分析也挺足夠的 是,不錯的 感覺上 需要貼很多貼紙嗎? 少量吧…不多 那也不錯 但我想問問你是不是 你真的很厚德 那張貼紙 那張貼紙 我還不太懂 我只想看也不太差 我忘了 看看 它的肩膀真的好像雪糕 就是有的 而當你要骨架的時候 是更加趨脹的 基本上你要將一隻 整隻拆了出來 就拔掉這些 啞鈴的關節出來 你要將一隻 無地鐵人打散 嘩,真的很散 之後才套上骨架 甚至腰部也不要 會不會忘記怎麼砌 其實它以食換而言 我不是介意它的構造 我可以介意它的價錢 600元 對 那你就可以把骨架裝上去 但是它也很厲害 哇,它的手型是多得爆 如果你剛才看到 那條底底真的裝上去 真的是一條底底 真的是分開裝 但是當你裝了這個骨架之後 這隻就真的 蒸水在這裡 就完美地補充了 它就差一些背景音樂 但現在看到已經裝了 下半身了 還差兩隻手 大家稍等一等 因為這個工序 的確是這樣 如果最不喜歡 就是裝了一隻手的時候 一定要這樣拔出來 這個比較洩氣 好 那你有沒有買飛影 沒有 因為飛影 它的價格 基本上和以往的合金紋 已經非常接近了 而我本身已經有合金紋 我就覺得沒什麼需要 再買食用版的飛影 那當阿迪正在組裝之後 可以看看這本書 麻煩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本就是當年 日本New Type 日本New Type雜誌 奉曼雜誌出的 一本是叫做 100% Machine Robot的 Special Edition 它其實是一本 集合了 這個 天衛用士 它裏面的設定 很多東西 你會看到一開頁 就會有 Poster 還有是以前的 集合帶 我也想吐槽一下 100% 集合 其實每一套動畫 無論是Satter Gundam Double Satter 很多都 都真的有出過 特集 介紹得很詳細 對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現在揭穿的 劇套帶 拉頂 我是剪了出來之後 用的 原來德哥 真的是玩家 那麼漂亮 別浪費 而且特別是這本 它的插畫 應該是大張正幾 是 因為當年很多 威龍 都有出 100%集合 沒錯 其實它差不多 這本是 但這本是轉 這本其實是 是兄妹 但不知道為何 是要這麼前面的 當時那個 很有愛 很有愛的原始人 日本的兄妹 也挺前面的 還有也研究了很久 究竟她的頭盔下面 有頭髮還是沒有頭髮 這裡也弄了很久 對 這裡是開啟第一集 他們的內容裡面 有看到阿倫會變身的插畫 還有外傳的故事圖片 也有在這裡 嘩 對 不知道為何機嫌人要換衣服 我都不明白 嘩 嘩 兒童不宜 很漂亮 嘩 嘩 對 因為她在外傳 她是比較著重 說她的妹 所以她有多了 鏡頭 很不多 她是成熟 對 對 因為她最後 她是用愛 去戰勝了 對 BOSS BOSS那邊 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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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粒粒拳 粒粒拳 對 跟雲G 因為她之後也推出了 我記得是兩個 還是三個 OVA版 對 我記得有很多 同仁 是真的 有很多 你看這些 因為她妹妹的可塑性太高 所以其實很多 可塑性太高 很多 會推出出來 我覺得真的 我想說她的可塑性 全部都在同仁 那些 OVA 動畫 小成本製作 這個是誰 超音戰士 對 超音戰士的老師 後面會有一些設定 所有機體 即MATURBOR出現過的機體都有 第一集和第二集都有 所以其實如果喜歡天威勇士 就一定要收藏這本書 對 很漂亮 對 因為這本書 其實我已經買了十多本回來 嘩 嘩 因為太多師兄需要 所以我已經找了很多本回來 那當時是980日圓 嘩 好 好 我已經幫你拖了時間 好 時間的關係 多謝David 了 終於把骨架 裝了在 無尼鐵的銀 以及劍龍的長高 大家就看到 當它裝了骨架之後 它就有一個重新的感覺 因為 它的可動是完美的 為什麼劍龍的劍更大 沒有這個 基本上這個是市面上最好的可動機器 如果不介入骨架的話 它就加了這個骨架之後 整隻東西就三萬了 所以我覺得 簡單一點 這套是玩分體的 只要把它們分體 它就是一個很好玩的劍 其實我是嫌它外形上 那個劍鬼做小了 其實整隻東西 外形很漂亮 而它的劍都是給你足夠的 基本上有很多 這些劍仔給你 但是當你 鏡頭放下來 這一堆 省件的時候 就有點不可能 都不知道多充分 大哥 這個就是 Super Mini版的 天位用事 如果 再有一次機會 我買不買這隻 我沒有款式 但我不會買的 不如600多元 我買這隻 有一個Postcard 我不買 這隻不買 這隻是Super 即是買Postcard 那絕對 當然性價比就不同 那些 應該差不多 2000元左右 但是 2000元以上 如果 以外觀來說 我覺得 非常之期待 Postcard Postcard 那隻 是 但是如果 單曲玩來說 其實這隻 是OK的 但是這隻 680元 只是玩這樣 好像 就有點貴了 280元差不多 好 麻煩轉到大媽媽 那我們 這一節就差不多 說到這裡了 拜拜 你的評論 在最後 有沒有再跟觀眾說多次 如果有呢 如果從頭來過 如果有船 有機會從頭來過 我是選擇 用680元買幾個東西 我這集我很喜歡 好 那麼多 拜拜 跟這個 我又沒有 我們還是知道 有蟹 有蟹 的 我們可以 我們 有蟹 的 可以 可以 有蟹 可以 有蟹 可以 有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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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